6.2% 这是中国大陆官方最新公布的 今年上半年第二季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也创下了27年以来最低的记录 不仅仅如此 大陆媒体还是强调 这仍然是世界的领先数字 中国大陆的经济依旧很稳 是吗 川普第一个说 当然不是 他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看到了效果 中国已经承受了严重的内伤 时情是否如此 也许是吧 但是中美两边都有内伤 不要只说自己 而不看看对方在你身上带来的伤口 我们今天就要从美国跟中国大陆 太平洋的两岸来看看 这个内伤在中美贸易战一年之后 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要给您看的 在中国大陆是很多市场的变化 从汽车的买卖 到美国的进口龙虾 都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美国依旧 浓虚产品从猪肉到黄豆 一样也是卖不出去 双方都承受经济的痛苦 但接下来的谈判 似乎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转环的时机 走进北京汽车零件制造厂 没有轰隆作响的机械声 停工的机器比上工的还要多 这是中国第二季GDP创新低工厂第一线最真实的景象 贸易战后民众收入减少 内需市场疲弱 车市面临二十年来首度萎缩 销量已经连续十二个月 叠叠不休 今年一到五月生产量 还比去年同期少了百分之三十七 连带海外订单也出现连锁效应 这家大阪的汽车零件制造商 遭主力的中国客户大砍订单 从去年冬天开始 产量大幅下滑 不见其色 衰退情形几乎跟着贸易战的情势波动 中国车市迎来景气寒冬 民众消费变得谨慎又保守 以前五个客户 可能有三个就是买车 现在给你二十个客户 可能只有两个是购买车 不再想买就买 这只是中国经济市场一个缩影 让第二季GDP掉到百分之六点二 这不仅比2009年 雷曼兄弟危机后 第一季的百分之六点四还要低 更是二十七年来最惨的数字 本来美中摩擦で 油脂の方から落ちてくる これは外的ショックなんですけど 落ちている内容が 消息また投資から落ちてきているという意味では 日本学者研判 这就是美中互斗惹的祸 川普关税一加在加 今年上半年 从美国进口商品 和去年同期相比直接少掉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也同样大减 形成衰退型顺差 GDP创新低 习强人威望大受打击 为了安抑民心 穿着皮鞋白衬衫走入内蒙古的林场 15日习近平特地到内蒙古展开两天考察 脱贫加上农村振兴成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从北京到内蒙始终绕着经济问题打转 中国GDP对习近平越是苦恼 看在川普眼里越是乐不可知 推特大酸还不够 同一天出席白宫年度美国制造活动 川普风光满面展现赢者风反 大成口舌之快 暗示贸易战主导权在他手上 不过实际走入美国民间 美国真的赢了吗 他们喜欢蚊子 还有很多人 不太好 鼓动着大熬的波士顿龙虾 过去四成产量都销往中国 但川普去年7月开始 将龙虾关税调高25% 美国出口中国的龙虾 立刻锐减七成 如果我会卖到全部都锐 你会脱掉吗 对 因为赢了赢吗 为什么我希望工作 如果社会不合得钱 没了中国市场一个月直接少掉 一百万美元收入 深受贸易战内商的美国产业 还有它 我们不能持续这些猪 它必须要去市场 市场会成为 美国记者实地走入伊利诺州的猪社 被滞销的猪汁团团包围 这些猪进不了市场 就得消耗饲养成本 因为过去中国和香港是美猪第二大出口市场 贸易战任何风吹草动都让猪农心惊惊 不知猪农成为受灾户 大豆农民士气更是低迷 美国大豆在贸易战被打趴 对中国销售量降到16年来最低 川普的农工铁票远身载道 为了眼前大选顾票 他捧着银蛋来安抚农民 中国不买美国农产品 他承诺共拿出280亿贴补农民亏损 但截至7月10日为止 川普从中国商品身上 只多收了208亿关税 关税收入根本补不了农民的经济大缺口 换句话说 美国高升级海的加征关税战 根本也没赚 6月底北京答应购买美国农产 至今没个谱 川普放话有必要要再对中国 3250亿美元的商品课关税 拿中国GDP往脸上贴金的川普 李子却是底层叫苦连天 美中双方各自受困经济难题 两国相斗现在看起来 或许还未分胜负 字幕志愿ńst yями K